多可气 大家说 黄刚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 所以我说特偶然 我那时候一人过日子 在一个人在家都很随便 我约了一个当时一个写剧本的 到我家来玩 可是我这时候正好需要出宫 我是坐在码头上 我又怕他来 我就把秦始建门这么开着 然后把外边这个门也都开着 我就在这 他果然就在这个时候来了 叮咚叮 我说进来吧 门开着了 你没锁 他进来一看我在这摊着个头 哎呀 你要在这干嘛 我说没办法 我把耽误你进来 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 我把这个忽然想起 我用这儿了多好啊 结果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场景 刻画的入目三分 对啊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是角色 大家非常喜欢和珅这个角色 但是王老师其实 他是一直在拍戏塑造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么喜欢和珅这个角色 您最喜欢最满意的是自己塑造的哪个角色呢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过 我自己认为我演过的 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个角色 而且我特别希望更多的观众看看这部戏 看看这个角色 就是叫江山风雨起舞 我演了崇祯皇帝的 架前的一个太监 就是代替了天启年间的魏忠贤的王承恩 对 历史上也就是当紫禁城 被李自成的军队攻进去以后 崇祯皇帝从神武门出来就奔了眉山 就现在的景山 只有一个人陪着他出来的就是王承恩 最后他把皇上扶到一个树上 吊上 他在旁边找个树也吊死了 就大明朝最后一个忠臣 是一个大太监 演这么一个人物 北京有句老话 形容一个人 说你穷途末路了 就是哎呦 瞎得 你可算叫了王承恩了 就是最后没人可叫了 只有叫王承恩 只剩这么一个忠臣 那这个戏当中的哪一段 让你觉得特别过瘾 过瘾的就是好多 其中有一段呢就是 大家知道朱氏王朝的皇陵 是你们安徽啊 凤阳啊 然后齐军攻破凤阳 挖了朱家的祖坟 这在就是这些王子王孙们 是最大的知识 然后崇祯皇帝受不了了 他觉得要麻衣素食 要写罪己诏 告证于天下 我这个不孝的紫色条 这些大臣们呢 一定必须得效仿啊 表面上也都是 蚂蚁素食 一定陪皇上 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日 啊 结果费地 吃喝完了 这几个一瓶二瓶大人 国家的公骨之枕 居然去嫖娼 王朝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爱他气得要死 什么啊 这包混账东西 他们有点良心吧 皇上受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他们居然还有心思 须旧放纵啊 他想象皇上会把这件事情 同时派兵把这些人抓起来 甚至可以说就地正法 或者是那时候讲陈吟杖啊 啊 这明朝是非常狠的 活活打死啊 但是双成为陈吟片刻 公公 不行啊 资格就带了个小太监 到这家姑且我们就叫 祭院啊 就进来了 结果这几个大臣 真没想到王公公来了 吓坏了 吓坏了